零售的成長還不錯 那下半年大家也知道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倒不是說因為它課稅就賣不動 那事實上我們受影響很大是 買方這邊尤其是中國大陸 它現在大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不只我們 很多資本財廠商都受到影響 那另外就是 烏魚自動化、融魚自動化 Udin Automation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因為我們今年也變得精銳 那它的模率是比較高 但是還沒有IA那麼高 它大概三十幾個% 那大約是要超過三十大集 所以這個會被拉下來一點 那事實上台大這個生產基地很多 那別忘了台灣 就是一個很大的生產基地 我們現在很多就是說 比較高階的東西 我們已經就回台灣了 已經都在準備好 前的時候有公佈 除了我們現在的廠房之外 那另外在南科、中科 甚至在振動樓的旁邊 我們出去看旁邊有塊地 這個我們都把它拿下來 那另外還在租廠房 跟那個 某一個大的電子廠 它不做了一個廠房 我們也談得差不多了 那另外就是 我們以前一個品證廠 那個以前空在那邊的 那現在也差不多裝滿 所以你除了泰國之外 那現在有台灣 那另外這個 這個自羅巴基亞 我們也有 那另外巴西 也有一點 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可以應付了